依照花林县政府最新颁定公告事项把学校纳入教育学习场域 明确绿定教育学习场域是包括了国中小学以上各级学校 而条文里头也述说工作者例如是教师行政人员 就学者例如是学生 而管理者例如是图书馆的管理人员 其他的非相关人员都不能够进入教育学习场域 预理请分局更是在周末两天派员紧到学校来加强宣导新的规定 警察不断在校园外面巡逻并且也手持宣传单 接到民众就说明一次就是希望让民众了解 三级警戒延长校园不得进入的新规定 国内疫情三级警戒再度延长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延长到7月12号 依照华林县政府最新颁定公告事项 将学校纳入教育学习场域 条文说工作者像是教师行政人员 就学者像是学生管理者像是图书馆管理人员 其他非相关人员不能进入教育学习场域 疫情分局更是在周末两天特派远景前往校园加强宣导新规定 国内南区卓西玉里复理三乡镇一共有高中一所 国中六所国小二十八所 疫情分局担忧民众不清楚防疫新规定而自动前往校园活动 违反者将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第一项第六款 出新台币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罚款 远景将落实政府的新政策 为了守护民众的健康 一律裁罚不再劝导 记者高松双预政赛邦报道